说一下侧面的眼睛怎么化 很直观 我们可以看到上眼皮 压着下眼皮 这是下眼皮的厚度 睫毛 很直观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侧面的眼睛 但其实啊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这个 它这个是有一个眼球的 这是眼球 然后这个是属于瞳孔 瞳孔这儿有一个瞳然 然后上眼皮 压着下眼皮 然后我现在画的这个阴影部分 是属于眼皮的厚度 那么这个眼皮的厚度 从这里边出来 这一块也是属于眼皮的厚度 然后这样包裹起来 我们平时画调子 也是根据这个所谓的眼球关系去找的 那么我们很直观的 在画的过程中 看到一些老师去画的时候 就很直观的去这样画 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的根本用意 同仁 瞳孔 睫毛 眼带 私下同学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练习一下 比较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